梁南老师,蒋国梵他都用这种方法 但是,你们自己去拿捏 这是梁南,梁南,他们用这个 用蛋的,先自己打个底 这样 这个要接一点水 过来 太浓了,还要带 还要买个盘子 学不学习盘子 我现在留了这个红的,那边我还要用一点 有用侧风,有用很少,很少他用整个这样刷了,像刷油漆那就没有必要 他就是,按照,按照这个三行 OK 你看这个就很快 很快,哈 这样子,到这里了 同样,基本功都要来了 到最后都是基本功 用完了那个 以后,我们就还是回到我们的基本功了 那么这样的话,已经有一个 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 构图出来了 构图出来了 然后,一样 基本功 按照他的形状 按照他的形状 按照形状 这个好处呢,就是什么呢 好处呢,就是因为他的非白的地方很多 用排比啊,你非白的地方多 那是比较更自然 因为呢,自然界呢,就是本来就是光跟暗的一个结合 所以呢,你用排比这样用的话呢 自然就出来了,对不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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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比你用那个,我们最古的方法 一条一条钩,一条一条钩 这个很自然嘛,对不对 排比的时候,就是刚刚我,我没有啊 没有啊,你没有,你用小刷子都可以 你去买那个,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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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 不是,我最主要我要让你们 就是有这种idea,说 不是一种方法嘛,不要看古人都是用一种方法 其实很多方法,可以把你 把你心里面所想象的东西把它画出来 这个颜值,看起来好多了嘛 自然嘛,对不对 当然你心里面也要谱哦 不然的话,你说,哎呀,我画最后 不知道画什么东西了